欢迎大家来到蓝粉娱乐节目 大家好,我是蓝粉 让我给你打开英国足球文化之门 让我给你讲解英国足球卡的乐趣 让我给你一一一介绍英国足球场上奔跑的英雄 让我陪你从中国穿越到英国 走吧,let's g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讲狼队 咱们今天主要要讲是Rowe和Jota两个狼队有名的前锋 Rowe是1991年5月5号出生的 他是28岁,他是个墨西哥人 他是1比90很高的一个球员 他是2019年刚转到狼队的 他是个前锋 Jota是1996年12月4号出生的 他是23岁,他是1米78 他2018年刚转到狼队 他是一个不透牙人 他是个前锋 Rowe今年足球卡进攻是79 防守是28 他在临场比赛进0球 他每年拿7万 他上一年的足球卡进攻是68 比这一年差一些 然后他防守是43 比这一年好一些 但是他上一年是5.5万 然后他每次踢的也挺好 但是说是这公司不比他一个好的分数 Jota他这一年的足球卡 他的进攻是85 防守是47 然后呢他是11万 今年 然后呢他进了0个球在0个比赛 Jota他上一年的足球卡 他进攻是72 防守是28 他上一年是7.5万 Jota上一年的防守没有今年的防守好 Jota上一年的进攻没有今年进攻好 Jota上一年的钱没有今年给的多 咱们赛再看看狼队在英超踢的怎么样 狼队目前在英超排第6 狼队在Europa League排第2 在小组赛K 狼队在主场穿黄的 在客场穿黑的 在其他场合着穿绿的 狼队是1887年创造的 狼队的赞助公司是个中国的公司 大家好 我是狼队的球员 下次再见 下次咱们要讲败人慕尼黑